若北風吹得很清楚,我相信超過600人建制的人會歸邊 整個遊戲,超過600人支持一個人,那人就裝選了 無論非建制的人是投白票,投另一個人 都影響不到那600人以上的結果 我不覺得是迷惘的,由第一天開始 所謂參與這個小天子選舉遊戲 其實都知道政治現實,無論最後我們獲得200也好 300也好,你都是在千二輪中少數的 你的票數本身都不足以左右大局 與其我個人去決定誰是好或怎樣投票 我反而希望推動到市民可以表達到他的意見 即是我們抱人說是因為一些政治考慮 放棄任何我們堅持的原則 否則我們都對不起我們的市民 但是在堅持的原則之外 你如何善用你的提名票 如何去促進更多的競爭 這個其實與原則是沒有違背的 因為一個人的參選權是不應該受不合理的限制的 所以我作為選委 其實都應該盡量去養到一個有基本實力的人 他是可以是參選得到的 我相信一個共識的 其實大家會覺得分工合作是需要的 實際來說 如果三百多個的時候 你是足夠提名兩個人 或者甚至可以促成有三個人 即是如果有另外一些 他們是差一點的 你會分出去的 或者如果說得白一點的話 其實 譬如曾俊華、胡國興 我自己覺得他們是有基本實力的 譬如說白一點的話 如果曾俊華 他已經有足夠的建制人提名 我又看不到有很強的理由 即是為何非建制的選費 還要將提名票再加下去給他 我覺得不可以說法文 只是原則 只是Rule of Law 只是Universal Suffrage 泛民亦都很不喜歡見到 一個撕裂的社會 一個不公義的社會 所以在這方面 我相信那四個候選人 都很清楚泛民在這方面的大目標 長毛當然他用他的方法 去推動香港的民主 因為他是相當反傳統的方法 你無論你說 我很民主 我最終為你好 但如果香港市民 都覺得你不行的時候 你就是不行的了 阿爺 阿爺 就不讓你去改動選舉遊戲規則 但我們可以不單單根據這個小圈 因為他會做事 我們在場外 現在有電子公投電子系統 你說沒有人一票好選嗎 如果電子公投電系統 有超過一百萬人 百五萬人都參與去投票 那麼那個人一票就已經很接近了 我自己一路自來 我覺得我參與這個小圈子的選舉遊戲 很清楚 其實我不覺得我的票是屬於我自己 甚至不覺得是單純屬於法律界 我的票其實屬於香港市民 我希望可以做到還票於民